我們來看一下任務的地方 任務一進來 有沒有通通都沒有 對啊 所以我才跟老師講 如果一看到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是最辛苦的時候 別讓我都用複製的 因為已經累積越來越多東西了 你從這邊形成任務 你首先可以跟他講 比如說這是第一週 這樣了解嗎 看老師 你知道以那個為主還是那個都沒關係 那他在這邊有三種方式 可以建立我們所謂的任務的這個教材 一種你可以透過搜尋的 也就是說我記得我在哪裡看過 有一篇就玩偷裡面有教材 你可以用搜尋 那當然搜尋是找誰 是不是公開的 也就是我們在發現裡面能夠看得到的那些 比如說我們早上有一個 還記得這個吧 我就記得這個關鍵字啊 一點了 有沒有找到 那我就按一下 確定是這一篇加入 這樣我就可以從 雖然我沒有訂閱你的 我也可以用 不一定要訂閱喔 但是他選擇的時候有沒有發現有兩種 一種叫做複製 一種叫做引用 有一點點不一樣 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在新增教材的時候 有設定一個叫過關條件 就通過了那個條件 然後你要看百分之多少還是幾分鐘 今天如果你用複製的 你可以再修改 因為有時候我們同一門課不同班級 進度不一樣 對吧 那一班程度比較好 我讓他應該要嚴格一點 另外一班程度差一點 我就放鬆一點 所以你可以用複製的 那如果你是用引用的 就是看到原本教材 是剩幾分鐘百分之多少 進來就一樣不能改 這樣了解意思了齁 好 所以我在這邊引用 有沒有發現我後面不能改 有沒有發現我後面不能改 那我再找一個 好 再找一個 這個 這裡我改變一下 我變成用複製 有沒有很明顯看到 這邊多一個可以編輯的 所以你就可以兼輯這個教材 重新改變它的內容 這樣你了解意思齁 就是插在這邊 插在這邊 所以像這樣子 假設這個第一週我就這樣子 按新增 有沒有就好了 但是記得齁 預設任務 新增的時候 有沒有是關閉沒有公開的 因為有些老師 我們還是需要自己備課一下 我先準備嘛 了解意思齁 我就先準備好 等到時間到我再按開放 他就可以進來看了 只能說他平常不會看到 但是你的課程已經準備在那邊 剛剛我們有看過偷看一下我平常上課的 因為剛剛那段沒有錄 所以我這裡說明一下 哈哈哈哈 我要兼顧一下以後要看的齁 好 那這個任務裡面其實新增任務 事實上還可以增加分類 有沒有任務分類 所以您可以看到我剛剛有分上學期下學期 有沒有 你可以把任務拖進去 如果你任務資料比較多的話 好 那麼剛剛呢 我們已經看到了 就是第一種方法就是什麼 是不是直接透過按一下這個編輯 是不是透過搜尋公開的 那麼如果您有訂閱的或自己建立的課程 就可以從選取單元這邊 選取單元這邊來做 我先新增第二週課程 好 我就用選取單元 那選取單元你就可以選擇喔 請你選擇 你是自己建的課程 有沒有 還是你訂閱別人的課程 有沒有 所以別人的教材 可不可以變成你的教材 可以的 你看 如果你全部都要 有沒有這樣狠狠 全部都勾起來 對不對 那如果不用的話 你就 看你要哪一個 夾進來 好 確認一下 因為他這個整理也不錯嘛 也很完整齁 所以我按右上角有沒有個加入 好 一樣的問題對不對 好 有沒有三個教材都進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把 自己的課程 或訂閱別人的資料先建好 因為這樣就變成你的資料庫 好 就變成你的資料庫 老實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請問 以後你教材有改變的時候 這裡會不會跟著改變 假設這是我的教材 我剛剛去課程那邊 修正了 這裡會不會跟著變 當然會跟著變啊 難道 這叫本春變分針就跟著改變啊 所以 我現在跟各位介紹的是 比較oneone 比較標準的使用方式 也就是你先把自己的課程教材 建立好 或該訂閱的訂閱好 那我們進到這個課程裡面 就是這個任務裡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引用 那麼以後你變更教材的時候 一併更新 不管你建立二十個三十個群組都一樣 就一起更新 這樣是最方便的 這樣有沒有清楚呢 有 按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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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